哎呀 这个真够厉害了 那我就想问你了 你如果说背的我能给8000块钱 你是不是还给你前妻钱了 这个是我表妹告诉我了 对不对 是捅出来了 表妹大摇大摆子 那你是不是还在给你前妻的钱 继续在给你前妻的钱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想象力 可能太丰富了 你既然背的我嘛 你背的我干一样 一样事也能背的我干两样事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个上亿的谎言 对 我不说到底是什么谎言 为什么今天把表妹请来 其实目的就在这 就是夫妻之间 情侣之间 最重要的是 你们在重大问题上 可以坦诚相见 别藏着掖着 你看藏着掖着 掖这么点事 知道了本来没多大的事 对吧 说清楚 这不说清楚 传出来就无限的想象空间就有了 我问问大姐啊 这十几二十年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开心吗 开心还是挺开心的 她对您好吗 她对我挺好的 她人脾气性格挺好的 这人怎么样啊 人很好 没话说的 没话说了都 你看看 如果今天就让你把大姐娶回家 你愿意娶她吗 今天娶回家 对 是什么概念啊 领结婚证 变成法律上的夫妻 给人保证 您愿意吗 如果那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不会去 那你看看 所以你现在有点自私了 我觉得那就是用房子来 作为一个婚姻的条件啊 我现在心里的很不是滋味 为啥不是滋味呢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个买卖婚姻 因为一般毕竟要付出房子啊 或者付出这个现场 不是 您要是这么开明的话 这么开明的一个爹 为什么教导儿子做买卖婚姻呢 你们是双重标准吗 不是的 儿子没房不能结婚吗 不是 那有房结婚就叫买卖婚姻吗 房子我就是先给他住 那您和他住哪儿呢 我觉得 你有没有替他想 这真是考验我们这个 能不能相处的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您把这个看成是 考验你们情感 纯不纯粹 真不真挚的一个考题 是这意思吧 是一个部分的 其实您也把这个当成了一个考题了吧 只不过两个人要的答案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